歡迎收看台股龍捲風 獲利向前衝 今天是10月6號禮拜五 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在此徐老師預祝全國的觀眾好朋友 國慶佳節連假愉快 和家平安 接下來行情該如何看待 在這段時間之內 就像我徐老師現在在錄節目的時候 台積電公布營收囉 是好是壞 接下來該怎麼看 聽說Log男人 以色列之後 AI高峰會嘛 緊接著鴻海的科技日 聽說要來台灣 對於行情會有何影響 這就是今天節目內容 重結了 余思維看電腦畫面了 厲害了 跟上次中秋節一模模一樣樣 先一根長黑K之後 然後順勢的往上拉抬 成這樣持續的萎縮 閃握投資朋友 也不曉得怎麼做 但是當你今天看到徐老師節目之後 也來不及做一個進出的動作啦 變成是說回過頭來 國慶連假之後該留意什麼樣的題材 這就是徐老師今天節目內容的重點 那當然啦 徐老師已經幫投資朋友 準備好一些很多很多好的一個資料 那當然中間來講的話會包含 比如說像禮拜五的非農就業指數 譬如說10月7號的美國這個晶片法案 是不是到期了 那到底來講拜登會不會出現出怪招 你也不曉得 但是即便是美股在出現一個震盪的格局 但是台股的總統行情已經啟動了 接下來該怎麼看 那當然在於10月15號16號的 以色列AI高峰會之後 緊接著10月18號的鴻海科技日 然後又是10月19號的台積電法說會 所影響的行情 接下來還有一個叫做光電週 光電展以及PCB的展覽 這麼多這麼多這麼多重要的題材 都留在今天節目要跟你報告 那到底我們的標題的部分 索取什麼資料 索取的資料又有什麼好處 大家好好跟投資朋友報告 於是美股怎麼了 台股該怎麼辦 再看美股之前要看什麼 看VIX指數 昨天來講他VIX指數是如何 昨天美股啊 一開始在開盤的時候 是幹嘛 很緊張對不對 為什麼很緊張 因為你看不懂 昨天的晚上 美股在開盤之前 他公布了出領失業金的一個人數 不好嘛 對於股票市場是不好 就是出領的人是比較少的 出領的人比較少 領失業金的人少 代表就業市場又變好了嘛 那就業市場變好 那又變成說 那會不會又要吸引FED 再做一個升息的動作 這個都是變幻莫測 尤其在經濟數據的部分 我常跟投資朋友講 美國的經濟數據來看的話 你要去抓很難抓 今天晚上又有非農 有的時候小非農跟非農 又不搭嘎又出現矛盾 很難評估啊 所以我常跟投資朋友講 你看美股的話你就看VIX 昨天美股一開開很低 打下來的時候 我常跟投資朋友講 因為我的Lite 8是開放式的 你可以到我的Lite 8私訊許老師 那所以昨天晚上的美股 一直往下跌一直往下跌 完蛋了 廢半是不是又掛掉了 AI會不會又掛掉 很多人很多的疑慮 我就跟他講 你就去看VIX指數嘛 你VIX指數來講 他回檔修正 你就不要太害怕 昨天VIX是小跌的 還是在跌喔 果不其然 睡覺起來 你早上 你在美股開盤之前 開盤 初期的時候 還沒睡嘛 10點半 11點的時候 哇你感覺 哇怎麼會這樣 怎麼又跌 又跌成這樣子 那11點的時候 跌到最低嘛 你會很緊張 我是不是有教你們看 就看VIX VIX沒有問題的話 基本上 美股的問題點就不大 那台股要看什麼 台股要看台幣 哇台幣今天洗刷刷 澡盤一剎那是先開升的 然後扁到平盤線之上 這個漲是叫扁 然後又再往下做一個升值的動作 所謂核實 之前我就跟投資朋友講過 楊金龍的事 楊金龍他曾經怎麼講過 你覺得這個地方 來講央行他會不會進行干預 很多事情只能做不能說 台股就是看台幣的升變 台幣到現階段來講是幹嘛 是在升值的 所以台股要不要漲 台股是不是就漲了 於是 美股怎麼了 台股該怎麼辦 美股我們來看一下 稻窮如何看待 很多東西盡量把它去做一個 化防圍檢的動作 你才會知道 現階段你所處在的戰略位置 趨勢在哪裡 我這邊跟大家講 美股的稻窮 由於在相對的低檔 隨便 因為他 極其低嘛 你隨便都會出現一個黃金交叉 果不其然就有黃金交叉 昨天稻窮還是跌的 昨天稻窮是小跌 為什麼小跌 在前一個交易日 他不會黃金交叉 而到昨天出現黃金交叉 昨天是小跌的 因為還出現一個下影線 很神奇對不對 你就慢慢看嘛 你就看這個行情有沒有人在顧 不管是美股也好 台股也罷了 但是美股他顧不會那麼積極 因為美國啊 他是到明年年底他才選舉 台灣不一樣啊 台灣是明年年初就要選舉 你年初你就要選舉 你有可能年初才去做行情嗎 不可能 你10月份 11月份 12月份 前三個月就要先做行情 前100天 前90天 那國慶日連假回來之後 就是前90天囉 那前90天要幹嘛 然後你在看納斯達克 也是出現一個長的下影線 日KD黃金交叉 準備來觸碰50軸了 為什麼 被廢辦帶上去的嗎 廢辦他50軸 似乎有想要守的意思喔 一旦50軸真的站穩了 我講過了 日KD黃金交叉 50軸又站穩的話 這要走N字形上空 這個點會過 會不會在我們放假期間就過 如果這個點過的話 那他就會挑戰這個跳空缺口 會挑戰到季線位置去 加權的季線在這地方 所以你即便 今天沒有調整持股 因為已經收完盤了嘛 我之前就請你調整持股 現階段沒有調整持股的人 你就 老老實實的 安安心心的 歡度國慶日一樣 馬照跑舞照跳 尤其回過頭來 AI概念股 需要是 可是啊 這個台積電 哇 這個AI的概念股 AI的龍頭指標股 公佈營收啊 會不會跌破法人的眼鏡 月減年減 似乎不太好 是這樣看嗎 是不太好嗎 還是很不好 還是在規劃當中 我待會給你看PPT 你就知道 為什麼徐老師這一波的行情 可以一直不斷地找到新標股 找到新的行情 台積電營收 我待會跟你講 我們的看法是如何 前幾集 一旦一直不斷跟投資朋友附送丁寧 時間成本的一個概念 你看今天APP有沒有漲 連續幾天盤在這個地方了 時間他有沒有成本 你說我今天卡在那裡頭 我沒有賣不算賠 你橫盤震盪整理的時間成本 有沒有算 你再看5289的儀頂 賣掉之後橫在這個地方 時間成本有沒有算 同樣是記憶體喔 同樣跟記憶體有關的喔 你看3006金號科 為什麼會大漲特漲 你再來看5351的遇窗 為什麼會拉尾盤 3261的 3260的微剛是不是持續漲 同樣是記憶體概念股 我沒有跟你講其他股票喔 再來 機殼概念股是進行輪漲 輪動 6117的銀廣 今天再來一根漲停板 你要跟誰做 手上有沒有標股 所以我常常跟投資朋友講 其實行情它震盪 我們沒有辦法控制它 但是我們可以控制我們什麼 持股的 精準的位置區嗎 該買什麼該賣什麼嗎 不是說你只有抱上又抱下 我還跟你分享了一個時間成本的一個概念 除此之外 CPO概念股 馬上回來 10月25號 光復節 會有一個光電展 光電展的那一天 同一個時間點 會有PCB展 我全部都幫你整理好了 厚厚的一疊資料 我在我今天收完 我叫今天節目結束之後 在我們的頻道下方很簡單 國慶連假 五六日一二 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 禮拜一禮拜二 不管你在什麼時間點 在我自己的頻道 新台股龍捲風也好 或是在東升的頻道都好 有看到我這一集節目的人 很簡單 在頻道的下方填寫連結表單 自然而然會有人 雙手奉上 奉送 我們研究好的研究資料報告 中間來講包含了 光電展的資料 光電展有什麼資料 不外乎 可能你們也不曉得啦 跟CPO會有關 跟半導體化合物會有關 跟很多很多的概念會有關 以及PCB站 對於哪些個股他會有機會 那黃仁勳先生如果有來台 或是在以色列的話 他對於台股的效應是如何 哪些個股會有關 全部都放在 今天要給你們的資料當中 於是 接下來講解行情 加權指數 接下來會怎麼走 根據龍捲風操盤數 日線叫做早買賣點 週線叫做看不斷 月線叫做看趨勢 當你知道你所處在的戰略位置 趨勢在哪個地方 你就知道 我的資金要怎麼要調整 相對的低基期 然後又知道他要往上漲 當然是權力的重壓 相對的高基期 你又知道 現在行情可能要往下跌 你當然要匯額求其次 要回收資金嘛 那現階段是相對高基期 還相對低基期 怎麼評判 我的方法很簡單 依照日KD來看嘛 日線叫做買賣點 加權指數幹嘛 日KD是黃金交叉 越過50周 要走N字形上空 所以這個高點會過 會喔 週線看波段 週線線階段下 還沒有出現黃金交叉 在還沒有出現黃金交叉之前 你就要佈局完成 整個更白話一點 週KD的死亡交叉在這一段 代表沒有波段的行情 當時從17463 一路跌一路跌 跌到下16202 16203 16212 是不是連續三週再看一次喔 16202 這一週的低點 16212 這一週的低點 這一週的低點 本週的低點 16203 是不是從日K 更正 從週KD死亡交叉之後 從17463 一路跌到這邊 1200點的一個行情 好 這是週KD死亡交叉嘛 死亡交叉之後 畢竟現在 雖然還沒有黃金交叉 但是他畢竟不是 剛開始死亡交叉 下一個階段 肯定是黃金交叉嘛 沒有錯嘛 死亡交叉之後 一定是黃金交叉 黃金交叉之後 再來就是死亡交叉嘛 因為這叫循環指標 那你當然要在 下一次的黃金交叉之前 把該佈局的股票 都佈局完成 才有辦法去賺波段行情嘛 而什麼是 該佈局的股票 要把它佈局完成 這一次的資料 全部都會給你 還有沒有時間佈局 還有時間佈局 不然怎麼辦 都已經收完盤了 國慶日你就已經在爽爽過啦 回來就是佈局這些 徐老師幫你整理好的股票 熱線就要找買賣點 周性就要看波段 所以台股的行情有沒有問題 台股的行情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之下 我們就來看 什麼樣的題材有辦法引爆 這個才是節目內容重點啊 不然每天跟你講 6117的銀廣就好啦 對不對 不然跟你講PCB的 這個3715的電影啊 跟你講3044的見頂啊 講這些就好啦 節目就可以拖完了 但是我就不要啊 我要跟你講 假設你現在沒有定贏的人 你現在要做什麼股票啊 這個才是我節目的內容的重點 好 於是接下來要注意什麼股票 先把我的頻道訂閱起來 因為我的頻道會不定時的送好康 我幫我的研究報告整理好之後 就會丟到我的頻道裡頭來 那今天開放東升頻道的一樣也看到 但是我的頻道一定要訂閱起來 因為你每天可以追蹤啊 我到底過去講什麼 我現在講什麼 你才有辦法去做印證啊 不然你只看一集你要怎麼印證 Lineat你要有 雖然最近這兩天 Lineat 我不是懶喔 比較沒有時間回 比較忙 因為這幾天要調整持股 有些股票飆上去 有些股票要回收 有些股票要佈局又飆上去 那有些是新來的觀眾朋友 我要幫他做個泰洛換牆 做一個換股 幫他看一下股票 所以這幾天 我的盤中的Lineat分享比較少 那有些股票必須要秘密進行 但是我的Lineat的主頁 產業記事本我全部都有講 幫我看好什麼樣的題材 字卡也放在那邊 美股怎麼了 全部都放在Lineat裡頭 對不對 於是禮拜四的一個大跌 大家很多人嚇到屁滾尿流 我跟你講什麼 由於廢半的日KD沒有站上去 所以稍微抖一下嘛 所以台股是不是影響到 那台股影響到之後 有沒有影響到我們的股票 同一天啊 我發給全國的簡訊會員 所說的股票根本就沒有跌啊 甚至逆勢大漲啊 選股的細膩度啊 當我會員的好處 看我節目的好處 加入Lineat的好處 我會一一跟你去做一個分享的動作 所以禮拜三大跌之後 禮拜四不是大漲 禮拜五接著往上漲 閃貨投資朋友賺不賺得到 很多人還在等解套喔 那實際上來講話 真的會賺錢的人 是低檔賣 現在談上來 價差又出來了 對不對 台積電法說好不好 來 印證給你看了 什麼叫做規劃 什麼叫提早分享 1804億代表什麼樣的含義 我在9月8號的時候就跟投資朋友分享 9月的預估值在1682到1938 它是不是在預估值之內 中間值叫1810 所以它今天來講的話 它公佈出來是幹嘛 1804 偏中間值 下方一點點 大概在中間值附近 好不好 不是太好 不是太好 但是可不可以接受 跟它法說會講的是一樣的 既然跟它講的法說會是一樣 在它法說會評估的標準值之內的話 下一次的法說會就會變得非常重要 邏輯是這樣子 它每一次的法說會講的都準的話 那下一次法說會要不要聽 那為什麼知道你法說會準不準 是因為你提早有告知第三季的營收 第三季的營收有告知之後 扣掉7月份8月份 是不是算出9月份的營收 那現在9月份營收真的公佈出來 就在這裡頭 代表它的法說會就是確實有它的可信度 所以下一次的法說會就會很重要 這要評估的標準 聽懂的意思嗎 所以每一集的節目你要看 我會幫你分享我接下來 我預告 印證 講接下來 我如果每一次講接下來 都變成預告的話 那你每一次的預告你就要聽 對不對 預告 印證 每次預告都對 我印證了你就知道了 那我再講接下來你就要聽 因為接下來可能也會對 是不是就跟台積電法說會是一樣的 填表單送資料 那國慶連假之後掏金的策略 包含像光電展PCB和AI概念股 一檔接著一檔會引爆 但中間來講會有利空 10月7號 這個利空你要去留意喔 到底它公佈出來的法則是什麼 有沒有新的要求 對於美股的半導體會怎麼樣的影響 你要知道 這個是不是之前給你講的字卡 是不是開始影響了 昨天公佈的初領失業金人數 優於預期 所以對於股市不利嘛 所以昨天美股先開低嘛 但這種經濟數據來講 對於優雅來講你會太困難 然後我之前是不是給你看這一張 國家隊要互盤 點燃大選的行情 然後是不是先講 勞退基金要進來了嘛 昨天勞退基金撥款了700億 接下來還有退扶基金喔 還有1090億喔 是不是勞早寫到這個地方了 是不是先勞動基金 再退扶基金 勞退勞退是勞動加 很多人會講勞退嘛 是勞動基金加退扶基金 勞動基金加退扶基金 要勞退嗎 有沒有搞清楚 那不管啦 反正就是有錢要撥進來就好了 好不好 不用搞那麼清楚啦 勞動基金來講的話 再撥700億 昨天先撥175億 175億之後咧 先進場兩成 約35億 國家隊的勢力已經成型了 不僅僅是國家隊勢力成型 包含什麼 外資的策略 漸漸的影響度沒有這麼樣的大 因為它改成偏向策略交易了 什麼叫策略交易 期限貨去對鎖 去做套利的動作 所以外資的影響力慢慢視為 你自己去看台幣變成那樣 我前幾集有跟投資朋友講 台幣已經變破最近的一個新低點 但是台股有沒有破新低 沒有啊 為什麼 因為內資在撐啊 退伏在撐啊 投信在撐啊 以及ETF在撐啊 散戶也法人化啦 所以重不重要 沒有人跟你分享 你當然覺得不重要 但是跟你講完之後 喔原來的邏輯是這樣子 所以接下來喔 光輝的10月就是這個月 總統大選前台股的漲跌機率 是不是把你算出來了 這個到我的Light都知道 我是不是每集節目都講 然後大行情是這樣子喔 大的階段 網進網路是漲漲646% 智慧型手機上漲302% 現在AI還上漲22.4% 你在想什麼 還有很多錢可以賺啊 所以台幣升 剛才是不是趕一趕 剛才給你看過了 先升再扁再升 什麼業量是什麼 廢半企圖站穩 KD只蹭穩50週 非農的禁令 非農的危機 非農的經濟數據 以及中美貿易戰晶片的危機 解除了嗎 不曉得 你要自己去觀察 但是總統行情已經啟動了 記憶體剛才跟你分享過了 機殼分享過了 CPU是不是進行個輪功 接下來跟你講AI 連假後的新題材 假日表單數據 就這麼搞啊 美光 是不是先跟你分享了 線型圖也跟你講了 單量區也跟你講了 微綱也跟你講了 是不是就上來了 是不是題材也跟你寫過了 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一條一條的唸 帶你自己看 是不是有預告 預告分享 是不是接下來 微綱是不是上去了 是不是功課 那當然微綱上來之後 今天的消息 是不是掌聲響起 三星NetFlash 還漲10% 是不是真的來了 然後你再去看 你看 10月份 最快10月份 開始要調漲了 模組場獲利 將率先反應 誰是模組場 不就微綱 緊接著你看金豪科 金豪科 金豪大長特長 預創 是不是拉尾盤 然後試著去比照看看 那為什麼 怡頂現在漲不動 為什麼愛譜現在漲不動 試著再掛起你的記憶 為什麼之前我們要賣的時候 要跟你講 是不是有跟你講 有賺不跑是阿呆 好好去思考一個問題 叫做時間上的成本 也許未來的怡頂還會再往上攻 六五三億的愛譜也會往上攻 但你這一段時間 你如果把這個資金騰出來 去做金豪科 去做預創 去做微綱 是賺錢的速度更快 更不要說 小型標股6117的銀光了 是不是跟投資朋友報告過 往上攻 再漲 再漲 兼持續漲 他很像壓根的不管你國慶年假 壓根的不管你美股利空 那你看今天成名電是不是上來了 所以秦城也許 你要留意囉 有機會突破新高囉 AI概念股 花期 AI概念股非常有意思喔 花期也好 高盛也好 調升目標價 然後黃仁勳先生要去以色列 去玩以色列之後咧 現階段咧 似乎又要來鴻海的科技日 所以你去看他的消息 他是連貫性的 先高盛首度評價這五個族群 然後跟你講說 AI TC股價表現優於大盤漲幅 介於20%到230%之間 三大催化劑你就自己看 不管是AI也好 包含將來的PC全部都會正成長 然後跟你講目標價 EPS跟你講目標價 你看人家的玩法是怎樣 國際大佬國境的資金 他是怎麼樣在玩台股的 所以你要把格局給放大 不要小鼻子小眼睛 該賺大的你就要大賺 AI的iPhone時刻要來 之前也講過了 重點是10月18號的 回答黃仁勳先生來台 假設他真的來台的話 你看喔 依照過去的歷史經驗 之前是不是5月23號來台 當時的指數啊 大約上漲3.21% 那指數上漲3.21% 感覺起來像沒有很多對不對 但是你去看喔 你去看個股喔 523對不對 放大給你看 你真的會做股票喔 你會知道到底題材在哪裡 你到底要買什麼股票 你到底要跟誰做 你看偽創喔 黃仁勳那時候來台的時候 才多少錢 吳3塊 然後漲到150、160 然後你再看廣達 黃仁勳先生來的時候在這個地方 他來的時候不是說馬上噴喔 他也正喔 正了他偷偷給你摸一點 偷偷上去一點點 又再給你震喔 然後你就看喔 從107塊漲到多少錢 漲到250 260 270 280 技嘉也是一樣 150 160 漲到350 360 微影也是 微影盤比較久 盤很久 後面直線往上噴出去 這叫操作啊 但是當時 在震盪之際 不會有人跟你講 AI就是主流 聽這種意思嗎 所以現階段來講的話 我們開始就要期待啦 那黃仁勳先生如果再來的話 有沒有機會 籌碼面怎麼樣的變化 所以你去看AI 身價的走高 目前來講交期大概30到52週 開創AI的新時代 現在連蘋果 之前蘋果推新機 他是不是說沒有AI的概念 大家很失望 然後我是不是在節目上跟你講 他其實有AI的概念 然後你再去看 Apple Watch 跌倒檢測 碰撞檢測 心跳震動 這個其實都是AI的概念 不然這是什麼 這就是人工智慧啊 很多人還私訊 寫那個簡訊 寫那個email給庫克 我不曉得你們看到他的消息 很像是台灣人喔 說很像跌倒 就因為Apple Watch救了他一命 所以你看偽創 我們每一檔個股進出都有研究報告 但是我不可能每一天 我節目才29分鐘而已 沒有辦法一直跟你講 然後你就看偽創 我之前跟你分享 你要留意他的月線扣底值喔 要來囉 一扣底月線一翻上去 你就等著看 微影也是一樣 研究報告 月線扣底值 要翻上去囉 廣達技嘉也是一樣 我甚至來教你怎麼看廣達和技嘉 我來教你看大摩他怎麼去評估 我是不是算給你看 很多人講說大摩評估要158億 怎麼可能 121 130億就好 怎麼可能到158億 我算給你看外資的算法 誰會跟你講的那麼詳細 誰有辦法跟你講那麼詳細 所以技嘉扣底值準備要扣低囉 廣達扣底值準備要扣低囉 你就要好好留意 CPU概念股需要是不是很早跟你分享 CPU概念股是不是上來了 所以你去看喔 最近來講整體來講 已經連續兩三週全部都CPU概念股 全市場你沒有做到CPU你賺不到錢 這一週你沒有做到銀廣賺賺不到錢 然後今天你沒有做到金浩科 微綱記憶體的 預創你可能也賺不到大錢 不是賺不到錢 所以你看光環今天又拉尾盤 拉漲頂版 國慶連假後的掏金策略 你一定要來 頻道的下方填寫連結表單 還不是我的LINE AT的用戶的人 到我的LINE AT官方的喔 直接搜尋小老鼠iSTOCK168 到我的LINE AT進行索取 感謝你的收看 最後祝各位投資朋友 國慶佳節愉快 和家平安 下週三再見囉 拜拜 拜拜